只要看到红色圈配上黑色线条 它就是茶卤 不要看到这个是非啤酒 啊 兴奋的战斗 圈圈就直接给它点了下去 方方正正的就是单行道 有点角度变化的 就是遵循方向 为什么要用箭头这样分呢 因为单行道可以转成这样 也可以转成这样 遵循方向更可以360度随便乱转 这样或是这样 只要记住我说的 就可以无视这些恶心体力 现在考机车驾照的人 实在是拖到爆 但是你 已经考到驾照了吗 所以今天呢 我将以我在一个晚上 就准备好比试的倔强和大家分享 对 没错 我觉得在考到前一天 我现在看到 你看 我还没读 如果是还没读的 或想要再考前临时报夥奖呢 一定要看完这次的内容哦 比试题母高达前提 一次考五试题 每一题两分 以超过85分为题歌 题型总共有五大类 一共是 情境选择题呢 照理来说只要是国小毕业 通常都能够确实对了 所以我就不再啰嗦了 有些法规题呢 单纯的就只是 寄那些法环金额而已 这方面就真的只能自己应备 尽量要在其他题目不十分 才可以把那些恶读 都留给法规题 所以我今天 最主要就是 跳出一些常见的错误 然后有一些看到就会 嘿耶 问好好的题目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 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 GAME 我们的 5码4K高星焦装主持 平常会注意的 应该分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坐在副驾时 睡死 或是坐在机车后面看风景 就应该会觉得很难分辨 首先 要提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头往哪翻 就代表哪方的来车 再以他们的手势 区别塑形 转弯或是停止 像头往左 手伸直 这样就是 唯一比较特别的时候 右手当然举起来的话 就代表全部来车停止 这种屏幕至少会出现一点 你千万不要载在这上面 接下来就是很乱的什么 卫标车道线 卫射快车道 那种击败之类的 只要记住我说的 就可以无视这些恶心体验 只要能标最高速线 一律都是50公里 但是呢 当你在卫标设的时候 如果没有行车分向线 分向限制线 或者是设有快慢车道的慢车道的话 那都还是40公里 记住这个背吧 卫标 就是50 卫射 就是40 实在是简单好备一次就通了 不要下班好吗 接着 就是吊扣和吊销驾照的问题 吊销驾照 只有在几乎算是 公共危险罪的情况下才会被罰 包括床坪驾照造势啊 酒驾造势啊 会不会听到救护车那个 嗡咽嗡咽 然后你没有立刻让的时候 或者是超过两辆机车在那边禁忌尬 通通都是吊销驾照 其中 酒驾跟床坪驾照造势 甚至是吊销驾照后 终生不得考虑 也就是说 这样造势一次 你以后就别想开车或汽车了啦 至于其他违规情节的叫性子 通常都是罚款或吊扣驾照而已 仅仅超过速驾照就没了 估计台湾有90%的人就别想要驾照了 你能想象吗 当我在中校东路照着最高速限50 这样骑的时候 10个人里面就有10个人操车了 噢 根本就跟假的一样 下面应该呢 就是关于回堆寄人的问题了 举凡卫义规定超车 超过最高速限60公里 跟低于最低速限等 普通违规 全部都是记忆点 欸 不过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超过最高速限60公里是怎么回来 通常来说速限都是40或50公里 所以这样算起来他们在平面道路 110公里 噢 噢 这什么速度 这简直跌覆了我三观啊 至于闯红灯闯平交道 或者是红灯右转 这种一次都是记三点 你不要以为看到路上有一些机车汽车 就算是红灯 看到没车就是直接右转 用一次就是三点了 而且邦尼在半年内集满六点的时候 恭喜你 你又获得免费VIP一个月 这个月驾到被标扣了 一再也不用自己辛苦的骑车 而且当你一年内集满两次VIP 然后之后再集到第三次的话 即将获得神秘大领报一份 八年内驾到 变不见 请再看一次我的影片 然后再去特别的重告一次 以上呢 就是针对法规题的一些说明 下面呢 就是一些很低车的标志题啦 第二 就是大家常见的 插乳 不过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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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步骤是插乳 只要看到红色圈配上黑色线条 没有箭头或是其他东西 它就是插乳 好不好 不要看到这个是非提就 啊 兴奋的战斗 圈圈就直接给它点了下去 拜托不要 双向倒是 这个 OK 下一个真的很容易认错 就是 一边呢 是单行道 一边是遵行方向 仔细看他们两个的箭头 全部都是方方正正的呢 就是单行道 有点角度变化的 就是遵行方向 至于为什么要用箭头这样分呢 至于为什么要用箭头这样分呢 因为单行道呢 可以转成这样 也可以转成这样 也可以转成这样 遵行方向更可以360度随便乱转 这样 或是这样 或是这样 哈哈 实在是 不要乱学讲话 切下来换成 这个标志 你以为里面是自行车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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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电动自行车 题目就是这么激巴 还有这个 首先呢 要先来小小的科普一下 一般在马路上看到呢 很多都是普通中极 也都跟轻型计测一样 是这个图啊 到150cc以上呢 才会变成大型中极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黄牌或者是红牌 另外呢 如果标志以规定 550cc以上这种数字 都会在底下特别标示 如果没看到数字的话 拜托不要选有关550cc的选项 所以这期的答案呢 现在就很显而易见啦 就是一 好啦 那我们赶快跳下一题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两个圆环的差别了 红色圈圈呢 只会告诉你前面注意圆环 蓝色圈圈呢 则是可以聚集的说明圆环遵行方向 只要记住 红色圈圈通常都只会让你注意前方有什么东西 并不会指出实体方向等等 懂了这个 那这题 也就轻而易举啦 下面一位 是我觉得错误于非常高的题目 大家看看 这个我的东西 我一看到呢 我就不屑地用我的肖字 点了那个证券 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是代表危险的标志 千万不要看到警察 就以为它是注意 说到红绿灯呢 它的真实名字 是行车管制号制 说实话刚知道的时候也蛮文豪的 但仔细想想好了 诶 好像也没错 接下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禁止回车吗 其实这个标志才代表禁止回车 像这样让对面的车先过来 原本人这个图案呢 是代表禁止超车 而且透过这个标志呢 也可以记起来 只要是超车 一律都是从左边超 实在是这个就对啊 CP值UPUPUP 那现在我来问问大家 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股冲动寻在插 请控制精灵的手 它是正确的啊 就是这么神奇 交通部回轻的东西实在是 唉 最后带给大家的是我觉得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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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病的题目 就是 他 虽然只是是非题 但错误率高达72% 是所有题目里面最高的 他的答案呢 给的是错误 但你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吗 是 到底他在哪? 好了 我们避免的就会解了 以上对一错题的分析 大概就到这里了 这些都是我个人 根据我本身的经历 如果有錯誤的地方歡迎下方留言指教